除夕夜快到了,不少香港市民会去逛年宵市场 香港一批反对派区议员准备在元宵夜组织合拟销活动 向市民宣传暴力思想 1月15日,有几名名建联成员组成的香港议会监察组织表示 翻查由反对派区议员组织的合拟销活动招标文件及宣传海报发现 多项已经取得区议会拨款的活动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及推广暴力意识 涉嫌滥用公权力为个人或某党派的政治立场服务 议会监察赵纪人陈雪峰表示 多名反对派区议员在组织合拟销活动时 涉嫌违法和滥用财税 因为活动上有小吃摊和娱乐摊位 但很多活动在未获得特区政府使欢署 发出的临时公众娱乐牌照 甚至从来没有申请任何牌照 这些和理事活动本身有机会牵涉到违法 甚至是一个滥用公权力的一个情况 让市民都一起去监察这个状况 用一些政府的地方去做一个商业的行为 另外有些甚至乎用区议会的撥款 去做一个有政治色彩的一些商业的活动 这种情况我们都认为是违反了议员的公权力 香港议会监察成员杨学明表示 中西区的山城年宵举办地点处于斜坡 又明显安全隐患 而且此活动没有申请牌照 影响到周边商户的生意 成员邵天宏表示 九龙城黄埔年宵里 每个参与商户投标价钱高达3000港元 主办方却没有详细交代资金的运用去向 成员李洪峰表示 奎清区的奎冲和拟销 在宣传海报上 就会有宣扬暴力的连灯珠标志 同时有意参与商户 还需要回答是否愿意捐钱给涉及搞乱香港 而被冻结的星火同盟基金 具有明显的政治审查色彩 他们每一个参与的档主都需要交低按金 交按金 他们交按金之后 其实他需要给一个回应 谢谢何峰有一个问卷 究竟他愿不愿意将这个按金 捐给他们在经济圈里面的一些团体 他在这个政治考量当中 会不会已经将一些有兴趣参与的机构 其实有一个政治审查政治篩选当中 作为一个区议会撥款的项目 其实是应该在公平公正上面 有一个比较透明的情况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